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雷三 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垃圾桶的故事 一天晚上,小爱在家打电话联系了一名调查员 结果打透没说几句 就听到身后的垃圾桶发出了声响 第二天下午,调查员登门拜访 为他开门的是小爱的老公阿杰 小爱为二人切好茶水后就去做饭 阿杰开始嘲讽调查员没有真材实料 而调查员看到阿杰 时不时对着手机露出猥琐的微笑 便说你的商务手机里有两套系统 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而小爱还不知道 阿杰看了看眼前的这个男人 便拿出了一个垃圾桶让他调查 调查员一脸懵逼 说这只是个垃圾桶 阿杰却说这可不是普通的垃圾桶 他也不知道怎么向调查员解释 只好让小爱拿出一袋垃圾人的进去 可再打开盖子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阿杰告诉调查员 这东西就像掏剔一样 虽然现在只能让东西消失 但是我想如果以后可以好好利用 是可以挣大钱的 调查员也来了兴致 打算和阿杰合作 条件是要三个分成点 打成共识后 调查员回到家 透过垃圾桶上的logo 查到了一家研究所 这家研究所发生了核线漏 导致很多人死亡 而他在一张照片中 发现了和阿杰家一模一样的垃圾桶 第二天 调查员找到那家研究所的位置 保安告诉他 说这地方以前确实是研究所 九年前拆掉盖了个小区 调查员又拿出了垃圾桶的照片 保安说这桶他三四天前好像见过 但是垃圾桶的下面全是血水 有着死鱼的腥臭味 调查员询问结束后 就来到阿杰家中 可亲屋后并不见垃圾桶 夫妻俩说垃圾桶没什么用就给人了 调查员也不是白痴 很快在卫生间里发现了垃圾桶 垃圾桶的旁边 还有几个沾着血的袋子 夫妻俩看门不过去 就将事情说了出来 这些袋子都是从桶里冒出来的 里面装着的都是尸块 从桶里拿出一袋又来一袋 而袋子里的尸体已经被破坏的 亲妈都忍不出来 调查员说这事不能报警 先不说警察会不会相信这件事 但报警后这个东西就要被充公了 他调查到这个垃圾桶是一对 有可能发生了空间转换 也就是说之前扔进去的垃圾并没有消失 只是到了另一个桶里 而尸块是另一个桶的持有者扔进去的 调查员说完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几个字 我知道你杀人了 写完交名片扔进了垃圾桶 现在就等待杀手主动打电话就好了 调查员表示到时候会为杀手保密 但条件是交出手里的垃圾桶 可尸体还在卫生间里 该怎么处理 小艾说我们再把它传过去试试 调查员一听觉得可行 小艾去卫生间那尸体时看了眼香皂盒 接着他拎着垃圾档走了出来 而袋子里好像有个尖尖的东西 可放进去后并没有发生什么 看来物品不能来回传 既然不能传送回去 只好再想其他的办法 小艾将尸体放进皮箱 调查员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完美路线 这条路上没有任何的监控 交由夫妻二人去抛尸 可没想到这尸体隔天就会警察发现了 调查员知道后大发雷霆 说警察很快就会调查到箱子的来源 你们等着被询问吧 阿杰却说警察下午都来过了 主要就问买箱子是做什么 而他对警察说他买箱子是旅游用的 调查员说箱子都没了 你捋个寂寞嘛 这时小艾又拿出了一个箱子 原来小艾买了两个箱子 认识提的是正品 可以查到销售记录 而家里的这个是假的 警察应该是不查假箱的 调查员听完后也很是佩服 转头对着阿杰说 你就是娶了个好媳妇 不然就你这智商早死了 晚上阿杰喝着小酒 他越想越气 便抬起脚将小艾踹倒 隔天调查员再次找上门来 这次开门的是小艾 小艾说阿杰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手机一直打不通 而且家里的存款都被他拿走了 调查员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把阿杰外面有女人的事告诉了小艾 还说这个渣男有这么漂亮贤惠的妻子 还不满足 场面变得十分尴尬 调查员便换了个话题 他一直就想问小艾怎么会有她的电话 小艾愣了一下说是朋友介绍的 接着小艾问了一个让调查员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警察在调查过程中遇见的活人 是不是绝对不会被认作是死者 这时调查员终于明白那些事块就是阿杰 垃圾桶不是让空间发生变化 而是时间发生变化 就当他正要站起来时 却喝了下了药的茶水意识变得模糊 这个故事的误导反转很有意思 全程烧脑 尤其整件事是小艾一手策划的 不仅让人毛骨悚然 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梗 不要惹我 我可是看过名侦探柯南的人 果然女人是不能得罪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一波点赞收藏加关注吧 拜拜